8月8日就是父亲节 玉里镇公所在7号举办 基优里长调节委员会 即模范父亲的表扬大会 不仅是有社区的 这个妇女社团协会成员 载歌载舞来庆祝 而镇公所也在现场 铺设红地毯 让美味的模范父亲宛如 大明星般的走星光大道 来上台受奖 那么不少的陪同家人 也盛装出席 场面温馨热闹 接受了基优里长调节委员的 颁奖表扬后 紧接着重头戏 就是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镇公所特别为父亲们 铺上了红地毯 接受表扬的父亲 在亲朋好友的陪同下 走星光大道无比荣耀 玉里镇16位 模范父亲一一上台 接受镇长蔡秋龙的颁奖表扬 不仅妻儿陪同 老爸爸更是骄傲地陪着 获得模范父亲的儿子一同出席 第二个照顾家庭 第三个照顾要守滑 以上是我们做模范的一种基本条件 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宛如家庭聚会一般的热闹 不少陪同的家人也都盛装出席 给父亲一个大大的祝福 来祝福爸爸 恭喜 祝福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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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镇长蔡秋龙肯定父亲 对家庭的付出 随社会的奉献 尤其获得推举的模范父亲 更实为表率 因此盛大举行表扬大会来请贺 在此呢 秋龙祝贺我们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姐快乐 盛大的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社区社团妇女协会成员也载歌载舞来庆祝 祝福全天下的父亲 家姐愉快 我爱上手吧 耶 记者是玉兰 玉里采访报道